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有任的书法和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地位关系很大 他的书法知名度在全国来说是陕西名家里独一无二的 于有任身居高位 以其特殊的影响对书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大力的普及了套书 沈尹墨 沈尹墨确实出生于陕西安康汉印 不过他祖籍着江湖州 成名于北大 晚年在上海生活 说他是陕西书法 似乎有点牵强 但我们从沈梦了解 沈尹墨毕竟在陕西生活过十多年 这里有他的根 有他最难忘的记忆 沈尹墨的书法特别适合大众口味 是少数能为雅族贡赏的书法大家 本文所选的第一张图片 就是陕西清末近史宋伯鲁的诗卷 近史宋伯鲁是陕西里全人 是扎扎实实的文化大家 他对于陕西地区文史和书法推广力度很大 值得为广泛了解 王世堂和沈尹墨家庭情况 大致相同的一位书法家叫王世堂 他也复集于外地天津 定居于陕西汉东市 但和沈尹墨不一样的是 他的名气不够大 文从沈梦知道 只是在晚年 他被于幼刃发现了之后 才有一定的知名度 于幼刃增高度评价他的张草书法 三百年来比一只寇侠 寇侠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书法家 关于他 有一个驻哨周五千元篮球 他为止原片一层的典故 在抗美元筹期间 他曾出卖不少书法作品并捐出 精神可嘉 寇侠书法名牌品 支援王雪桥 王雪桥的事迹和他的书法作品 在被本平台于一年前发布之后 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他的故乡文化界也对此十分重视 2017年12月9日 在西安西北大学博物馆 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塞善莫昆 民国书法大家王雪桃一座展 继书法艺术研讨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让湘贤再次发挥光芒 让湘贤再被当代人所了解 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 毕竟书法的艺术可以穿越时光 好自永远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 杨甘源 书法家杨甘源 是土生土长的观众人士 他十六岁 考重秀才 对陕西社会的发展 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和其他书法家不同的是 书法家杨甘源 特别喜欢写诗书 他还是冯玉祥的书法老师 如月利 民国陕西名士如月利 郑市的职务是官员 但他的书法是实在有真功夫 十九 四十年代 因布满官场黑暗 他曾习惯卖字 维持生活 一九七二年病史 享年八十九岁 段少家 段少家是民国时期 直至一九八零年代的扎实的书画名家 在早年他曾受党刑犯的指导 一九五零年代 他任职于陕西博物馆 对碑林的整理 保护 展示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有记录显示 一九八零年代以前 西安城里段少家的榜书牌匾随处可见 西安市体育场 西安市文物商店等字 随着时光越来越远 他的许多作品已经很难看到了 党刑犯 书法家党刑犯和杨虎城关系要好 在陕西一直身居高位 但他的书法可穿越时光 没有丝毫官僚气息 民国十大书法家中 于又任何神隐莫名震全国 他们的影响力至今仍在三秦大帝依旧于阴绕梁 后八位书法家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 虽然谈不上全国著名 但也各个都是正宗的实力派书法家 事实上 三秦大帝在民国 涌现出的书法名家应不下百人 只是随着时光流转 一些人的资料已渐渐不为世人所知罢了 我们要做的任务就是重拾传统文化 让更多有实力的古人 新人得到更广泛的是人的认可 文史研究学者汪运渠 长期致力于陕吉民国书法家的研究 他说 一些民国书法家 当时名度很大 但很少有他们的书法可著作传释 所以搜资料类似大海捞针 虽然困难重重 都应该停止探寻的脚步 跟资料疯求 jako小字 中文字幕 listening to the 请拜托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